注意看 亚当没带降落伞就从2000米高空跳下 刚好砸中悄悄板的一端 而另一端坐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直接是贝里的作用盘飞到7楼的楼顶 并且还安全降落了 这是真的吗 为了这次实验 亚当能下挖制作了一个钢化悄悄板 并且还用500斤重的大水桶替代人物下落的力度 再把家人固定好在悄悄板的一端 并且大水桶用其重机调整好位置之后 第一次实验也开始 很明显这次实验失败了 大水桶直接是将钢化悄悄板给压变形 而且假人虽然被弹射起来 但是却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第一次实验的漏洞还是很多 为了更加精确的实验 格兰他们决定去跳伞 来测试正常成年男人下落时候的速度 可以达到多少 因为我们在空中下落过程中 由于空气阻力的影响 加速到一定的速度之后 人就会匀速往下坠落 通过凯利的电脑分析好人的正常下落速度之后 他们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解决 那就是翘翘板变形的问题 很明显正常的钢化 翘翘板是完全支撑不了这个下落的力度 于是亚当夏娃用特制的剪影钢筋 通过力学制作一个钢筋翘翘板 并且对链接住做了特殊处理 以免再次被掰弯 夏娃还制作模拟实验 用迷你翘翘板计算多重的假人 可以被弹射七层楼高 而格兰这边则是在制作超级皮筋 并且对皮筋进行了三次测试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装满沙子的轮胎直接破裂了 第二次使用行李袋的时候 虽然行李袋没有垮掉 但是超级皮筋却出现了损伤 为了超级皮筋不出意外 他们进行了第三次测试 确保超级皮筋不会再次损伤 又可以保证物体的速度 在一些准备就绪之后 正是实验也抬死了 拥有之前实验失败的经验 这次夏娃特意使用泡沫 去加大下降物体的接触面 以此来保证重物下降的力 可以全部转移到假人身上 并且格莱还为假人小女孩 贴上震动感应器 震动感应器可以精准撤出 假人所受到的伤害 红色的钥匙破裂 则是代表假人死亡 很快实验开始 跳伞假人击中悄悄板后 小女孩也是直接飞到 无视无尺的高度 但是高速摄像机却拍到 假人没有完全击中悄悄板 于是他们决定再来一次 这次他们用轮胎 虽然完全击中 但是轮胎却被钢锁掺住 基于上两次的失败 他们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实验 再次用其中基调起内胎 这次的实验很成功 小女孩直接被弹射到 130尺的高度 并且还抛射出完美弧度 但是小女孩的情况 却不容乐观 红色震动感应器直接破裂 很明显要是真的话就没命了 而且现实中 也不会有这种悄悄板 很明显这个留言是假的 纯属扯淡